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做梦的故事 这天爱音乐 但一事无成 平常靠老婆养的男主角 租了装逼车 装逼的来参加学生时期 暗恋对象 面包女跟比他矮的土豪男的婚礼 结果男主角就喝醉了 所以当面包女跟土豪男 来跟同学敬酒时 男主角发疯的 对面包女下跪上自创情歌告白 一种喝醉后 精从控制脑袋的概念 所以偷偷跟踪男主角的 他老婆就是女主角 马上跳出来质问男主角 为什么租那么贵的衣服 来参加面包女的婚礼 而喝醉的男主角 觉得女主角拆穿他的妆 害他大男人至尊心碎了一地 就气得推倒女主角 以为这样很有男子气概 于是暴力的女主角 开始拿着菜刀追杀他 而男主角躲到厕所后 就马上醉婚了 他醒来后 决定跟他老婆离婚 也好啦 赶快放过人家吧 但他已经打开厕所门 却发现他回到了他的学生时期 大家正在上课 而老师正在质问他 为什么迟到 男主角以为自己在做梦 所以就开始做平常不敢做的事 像是打瞧不起成绩差的学生的老师 然后强吻暗恋的面包女 接着继续强吻面包女 接着他打算跳楼自杀让梦醒来 然后他就摔死了 错 祸害一千年没听过吗 他没摔死的醒了过来 然后吓得马上跑来大马路上一看究竟 这才确认自己真的穿越 回到了十几年前之后 男主角他妈拜托校长别开除他儿子 所以男主角就顺利的回学校上课 并开始霸道的追求面包女 像是把坐在面包女旁边的我爸官位很大男赶走 自己坐在面包女旁边 像是唱自创情歌给面包女听 接着男主角发现这个年代很多歌星都还没出名 所以他打算把未来会红的歌曲 通通拿来改编成他的自创曲 还在学校用广播唱给面包女听 而全校同学还有老师一听 通通被男主角的歌给迷倒 面包女也开始不喜欢我爸官位很大男 改成喜欢很有才华的男主角了 于是我爸官位很大男就找了黑道六虎 这样来揍男主角出气此时 从小跟男主角青梅竹马长大 总是默默喜欢男主角的同班同学 女主角就拿着武器来救他 而六虎将的老大张非常投鼠 不难看到女主角后打算强奸他 男主角看得很生气 哪个贱人敢强奸我穿越前的老婆 于是他反过来救女主角 结果就变成两人一起被揍 还好最后老师经过救了他们 之后女主角一直缠着男主角问说 你刚刚救我是不是爱我 哇小姐救你的是老师诶 而且今天换成别的妹子 男主角肯定也会救的啊 虽然男主角叫他滚蛋 但女主角一听很难过 赶紧问说你讨厌我吗 哇小姐你真的很极端诶 只能选爱跟讨厌其中一种吗 那男主角也不是什么大二之人 好多那个怎么会讨厌一个人 当然说不讨厌咯 结果心花怒放的女主角 开心的打扮成 跟面包女一样 想吸引男主角注意诶 小姐不讨厌跟喜欢完全没关系好吗 可是他路上遇到面包女 却被他嘲笑东施笑评 之后男主角知名度大开 大家都很喜欢他的歌 他也马上被当代巨星邀约来 一起合作出歌 男主角也跟面包女的感情突飞猛进 毕竟面包女最喜欢能给他面包的人了 而失忆的女主角某天回家时 遇到我爸官位很大 男又带着六虎将 打算来揍男主角出气 你懂的 失败者总是不检讨自己为什么输 而是怪罪赢家凭什么赢 那女主角为了保护男主角 就同一陪张非常投赎木男 去小树林中玩一种 棒棒戳洞洞洞的游戏 条件是要 张非常投赎木男 不准再去惹男主角 于是到小树林后 女主角就拿棒棒插爆了 张非常投赎木男的眼睛 之后女主角就跑路 离开了县区地区外地打拼 而男主角也开始上节目 成为了大歌星 常常在电视上出现 还代言各种商品 登上各种知名杂志 到了后期 他甚至推出一些穿越前 别人推出的知名节目 反正因为他回到过去重新来过 所以所有未来红的东西 他都抢先一步去做 变成这些东西都是他创造的 就像如果你知道 下一期乐透头奖号码 你会不去签吗 接着某天男主角 正跟嫁给他的面包女坐游艇 在海上玩时意外遇到 现在靠谱于为生的 我爸关胃很大男 所以晚上就一起喝酒小剧 结果我爸关胃很大男 有点遗憾的说出 当年自己的冲动 看女主角必须跑路的 四男主角一听很震惊 他现在才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开车跑来穿越前 他跟女主角结婚住的地方 想说看看能不能找到女主角 结果还真的找到 而在这边他开始回想起 穿越前他跟女主角的点点滴滴 女主角还煮了他以前每天都会吃 但穿越后一次都没吃过的面 男主角好感动 他开始怀念起穿越前女主角的好 所以勒 做人不要那么贪心啊 一下要这个一下要那个 没有那么爽的好吗 此时女主角的老公 咒人男就回来了 所以男主角就离开了 之后很多歌星崛起 无法再轻易拿别人歌当创作 被当成失去才华的男主角 公开表示自己要退出歌坛 而他的面包女人 马上跟其实也很有才华的 我爸关胃很大男 进行了阴京与阴道的结合游戏 男主角心灰一人的跑去喝酒嫖气 他开始不理解 大家是喜欢他的才华跟钱 还是他的人 接着男主角跑来找咒人男 约他谈判说 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你把女主角让给我好吗 咒人男一听觉得很急掰 就咒了男主角一顿 而男主角被救来医院后 面包女很紧张的问医生 男主角的脑子有没有坏掉 还能不能继续创作撞面包 结果医生却回答 男主角刚刚那段嫖气得了爱滋 哈医生不要文不对题啊 面包女一听很紧张的说 自己也要做爱滋病检测 最后男主角要病死前 其他人都忙着分他的遗产 就只有女主角来送他最后一层 并唱着当年男主角唱给面包女听 同时也是男主角唯一一首 真的自创歌曲 男主角听着听着就哭着病死了 而他一死如你所料的 就从一开始最婚的厕所醒了过来 他非常庆幸这只是在做梦 他也明白这个梦 只是刚刚喝醉时欺负女主角的悔悟 于是他马上冲出厕所 抱着女主角 然后一个舌头狂碎他嘴唇 从此男女主角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至于男主角是否不再当废物 是否有好好重新去赚钱 这些都关我屁事 只要他们两个人过得爽就行了 看完这个故事我们明白 追求你想要的任何一种爱情 都没有对错 错的是你连你想要哪一种爱情 你都不知道不清楚 不敢承认 那最后你的爱情 反过来忽悠你玩弄你搞你就也只是 刚刚好而已咯 所以很多人总是大方承认 我喜欢对方的 幽默善良温柔体贴浪漫勇敢 那如果把这些词换成金钱才气脸 但身材家是全力死 这时候你敢大方承认吗 咯咯